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宿量反彈,牛皮代變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反彈了194點 收報23280點 成交不足1000億,只有897億 所以今天的題目,為何叫做宿量反彈呢? 就是因為成交收縮,又反彈 其實港股可以說處於牛皮代變的狀態 在一個平台,大概是22,900左右 作為低位,上高是23,700左右 現在在這裏增持,大家看看恆生指數這幅走勢圖 綠色那條線,就是一個平台那條線 其實是一個高低腳反彈 頸線位是3月20日高位22,805點 你當它是22,800左右 今天曾經跌穿過的 今天最低是22,756點 稍為跌穿一點,收在其上 繼續處於平台之上 即是頸線之上 最高的時候,3月27日 見過23,791點 大概接近23,800 在這裏增持,今天有些反彈 但是成交縮,昨晚美股跌很多 但是港股不跟,因為跟了A股 A股有些彈 好了,成交就不是很厲害 因為很多投資者,現在經攻資料 也不夠膽薄 很多都說現金為王 所以就空起了錢 不敢買 亦都在這裏看,等 等些甚麼 譬如這樣 星期四,又輪到美國今晚會公佈 一周新申請失滅救濟金人數 上一次,上個星期四 公佈的數字很嚇人 突然間 飆升到去到328萬 現在市場估計今晚公佈的數字 是370萬人 去取得救濟金 這個數字是截至何時的 截至3月28日當周 新申請 即是首次去申請 就有370萬人 估計,上次公佈328萬 這些數字很高 即是怕,會否大家在疫症之下 就取得失業救濟金 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定會 為甚麼? 因為現在,在美國 普通打工仔,特別是南嶺那些 不做好過做 現在你不做的話 有州政府的救濟金 之餘還有聯邦政府的救濟金 州政府給大約300-400元 一個星期美金 還有聯邦政府給600元 一個星期 大謊說,加起來 起碼有1000元美金 一個星期 不做都有,是美金 即是一個月,起碼都有4000多元 美金 是不是不做好? 一個人是這樣 如果兩夫妻都說失業的話 那你就可以拿甚麼? 一個呢 四百三萬二,大概三萬元一個人 兩夫妻就有六萬元港幣一個人 不用做 當然是報失業 所以,新失領失業救濟金 一定是飆升上去的 之後,明星期五晚公佈的三月份 非農業職位增長 他現在估計負不多 負十萬 但這個數字肯定是滯後的 還有,失業率估不多 他現在估計到去到3.8% 上一次是3.5% 3.8%這個都是滯後的 因為根據,如果你最近去到300多萬人 去拿這個新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 這樣計算 實際失業率應該是飆升上去的 很快應該是飆升到甚麼? 由3.8%飆升到10%至15% 這個呢 即是說美國受疫情影響之下 會有很多人不做 拿這個救濟金,而去搞到失業 所以會不會在等這些數字呢? 一方面在等這些數字 另外一方面都在等阿爺出招 阿爺其實說了很多的 又說會降準 看著究竟是否明晚 星期五晚收市之後就降準 或者是周末那時宣佈 定向降準 其一 其二就是 說會發特別國債的 另外就是財政政策那裏會怎樣做事 地方債又會怎樣做事 一連串這些都在等 即是在等中外有些數字 數據的敏感 敏感的數據 以及一些 救市的政策 那樣 所以有些牛皮代變的狀態 那現在 在這個項線位 跌不下去 跌不下去 仍然都是高低腳 高低腳形態 其實照量照度 就是兩萬四千五左右 上次也說過 如果升到兩萬四之上 都可以是叫做收醜的 但現在都未到 未到都不要緊要 因為最重要是持有些股 就沒有什麼事 譬如 騰訊、阿里巴巴 這些都沒有什麼事 另外 我在警察日報寫 其實三隻股 另外一隻叫 雅新活 雅新活 這陣子 其實不錯的 物管股 這隻創了歷史新高 是不是 今天最高 是見過38.9 在疫情之下 又說這個熊市 是有很多股份 很慘 所以那些 你不要拿它便可以 不要理它 總之是拿著一些 繼續有資金 垂清 市場所愛的 好像這些物管股 不錯 繼續還有一些升幅 好了 今天還有什麼股份 是值得大家留意的呢 那內地 其實你看上升指數 今天是一個什麼 咦 一枝羊竹 還破腳穿頭 所以內地股市 又值得有一點點憧憬 雖然美股跌到 真的很慘 昨晚又再下跌4.5% 900多點 導致又再下跌 但是港股 今天不跟A股 都不太跟 好了 今天傳出來說 內地可能會買這個石油 做戰略儲備 那會不會買 當然會買 因為跌到油價 跌到20元邊 這麼低 這麼便宜 不買就笨了 所以 中國就打電話給俄羅斯 就說想買 現在沙特又說 不要只跟他買 我又想加起來 跟他分一杯斤 買一下我的油 中國當然是來者不拒 有便宜有買 所以可能有機會買戰略石油儲備 增加這個戰略石油儲備 就刺激到油價有少少反彈 布蘭特油升一成 雖然升一成是很少的 因為在20元邊升上來 現在去到27元 但是油價其實現在很低很低 很便宜 所以油股相對吸引力比較大 事實上油股這陣子 其實油價早前已經跌下去 3月19日他們已經做低位 然後持續反彈 中石油其實已經由低位反彈了三成多 中海油也都反彈了三成多 今天再升一成 這些股都是值得留意 中石油今天升9.7% 固然厲害 中海油升到沒有那麼多 都有7點多個% 中石化也升8.9% 所以三桶油都上的 另外升得最厲害 就是中海油田服務 升到11.7% 是低位反彈來的 油價看不通 你可以不用你這些 如果你真的油價看不通 你就不要玩 因為它都升了一段 不過我覺得油價其實20元 邊都見底了 再跌都不跌得多 現在很多國家 日本都會買 中國都會買 其他地方 印度買不買 印度十幾億人都會買 因為為什麼 這麼便宜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得的機會 都會買 不買 拿著美元有什麼用呢 美元現在不斷被人攤薄 美國不斷印銀子 中國有三萬多億外匯儲備 你以為它多 美國只需要國會舉一舉手 就可以靠量化寬鬆 即是QE 即是靠聯儲局印銀子 就可以有幾萬億出來的了 它這次救市方案 其實初頭聯儲局用了兩次QE 接著第三次 政府就說用兩萬億來救市 兩萬億美金 美國政府一向窮過 有錢 那它全靠的是什麼 都是靠聯儲局印銀子 你儲存幾萬億外匯儲備 好像很多 人家舉一舉手就有了 通過 特朗普簽個字 所以其實錢很不值錢 有錢就快快去買戰略石油儲備 買金銀銅鐵石 什麼都好 總之買資源是對的 所以贊成 希望中國買多些 買完之後 會不會用完那些錢 不要緊 反正其實錢真的不值錢 現在美國就說舉一舉手就有了 所以不需要論息 最重要就是有這個儲備 另外一方面 除了這些股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值得考慮 例如健康相關的股份 因為外面的疫情都爆得很厲害 而中國內地也開始有數據公佈 即是外來輸入 還有一些沒有病徵的感染 這些數字都公佈了 也都刺激到健康相關的股份就上升 好像這些網絡健康的股份 健康今天升至12.4% 另外1833 平安 都是有些升幅的 都升得不錯的 總結而言 其實大市 恆子和國子 其實都是 現在在平台上高 看國子 都在平台上高 恆生指數在平台上高 就在牛皮增持 可能在等待美國的就業數據 美國的新申請失業格制因素 和阿爺的出招 例如會否定向降準 和發特別割債 整體而言 其實勢還未轉到差 我覺得如果有出好消息的話 都有機會還是向上 試一試2萬4000以上 如果萬一真的失手這條綠色的線 那就再減遲 好了 今天時間關係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